這個週休假期 如果你原本有規劃外出行程的話 建議大家暫時先取消 因為山竹颱風步步進逼 雖然說它不是直撲台灣而來 但是因為山竹夠大夠強 所以呢對於台灣來講 有一定的威脅 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輕心 目前在微星雲圖上看到的 視像今天早上還有一個新的颱風 形成23號的白里渣 但是因為這個白里渣小小弱弱的 而且它是跟台灣漸行漸遠 它逐漸要往香港然後到海南島的方向 所以我們中央氣象局 並沒有發布海上的颱風警報 只是要提醒一下 未來這明號兩天 如果要去香港的觀眾朋友 要留意一下白里加颱風 後面大家看到這一整片的是什麼呢 就是山竹颱風了 山竹在今天早上又增加成為強臺了 你可以看到好清晰的颱風也 而且光是它的七級風暴風半徑 就有250公里 不排除喔 在未來這段時間 因為海面上的海溫夠 風切小 它可能還會持續的增強喔 搞不好有機會突破 上個星期那個強臺 燕子颱風 所以後續 這個當它逐漸靠近台灣的過程當中 還是要提醒大家 隨時留意一下天氣的動態 好趕快來看看最新的 這個山竹颱風的 潛式路徑圖 目前當然距離還遠啦 2300公里左右 以每個小時22公里的速度 往西的方向前進 但是因為它已經是強臺了 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差不多已經有17級風了 還可能再增強 七級風暴風半徑的部分呢 甚至有預估喔 不排除可以來到300公里 那即使它是走過這個 通過這個巴士海峽的中間 如果它的暴風半徑300公里 算起來整個颱風是600公里的話 還是有機會 掃到台灣南邊的陸地 但是這個掃過的程度 是多還是少 是大還是小 就看看接下來它轉彎的一個角度囉 大概在星期四這一天 因為目前它是往西啦 會開始出現偏向的狀況 這時候往南偏一點 還是往北偏一點 對於台灣的影響就差很多了 那現在最靠近的時間點 大概就是在星期六到星期天這一段時間 提醒大家注意 那各國的預測部分呢 其實蠻一致的 都是認為這個山竹颱風的中心 會通過巴士海峽 甚至大家都預測它比較往南一點 可能有機會比較靠近 菲律賓的旅宋島 但是我剛剛提到的山竹颱風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颱風 所以還是不排除 台灣的南端會受到影響 那什麼時候會開始比較有感受呢 我們來看看風場預測的部分 大概從星期五開始 這個颱風的中心 來到台灣東南邊的海面的時候 大概東部地區就會陸續有一些間歇性的風雨出現了 最快是在星期五的下半天開始的 接著星期六星期天 要提醒東部的觀眾朋友 南部的觀眾朋友 跟北部的觀眾朋友 還是要嚴防 這個山竹颱風可能帶來的風雨 畢竟因為它現在還是會有一些變數 雖然說是走巴士海峽 但往北偏往南偏 其實真的差別還是很大的 我們後續海峽要持續的關注的 以上就是最新的山竹颱風的颱風動態